之前呢有拍到安达拉的那个桥呢 是直接连接到Sky Avenue的 其实这一座桥呢是有两段的 还有另外一段呢是连接到清水寺庙 你们有看到我后面那一座公里呢 就是安达拉了 就是在大佛的上面而已 然后今天呢我就来看看那一座桥的那个入口是在哪里 听说它这一张的入口呢是连接到清水寺缆车站那一边的 所以现在呢我就去往那一个缆车站那一边 看一下它入口在哪里 现在呢很明显的可以从窗外那边看到 这一个桥呢是直接连接到清水寺庙的缆车站 然后这一个桥的结构呢也是由手扶梯还有那个平地组成的 所以上坡路跟下坡路呢都不需要亲自爬那么辛苦的哦 这里就是那个安达拉了哦 然后你看到那个桥吗 是真的直接连接到这里的哦 所以之后如果想要在安达拉边下来这一边的话呢就非常的方便 你只需要搭手扶梯然后走这一座桥下来就可以了哦 接下来呢我就要去那个Sky Avenue那边看它的另外一端的入口 之后安达拉这个项目见好了过后 你们就可以用这一座桥从云顶高原那边走下来安达拉那边有一个新景点叫做安达拉 在从安达拉走下来清水寺庙那一边以后上下呢都不需要再上车下车下车上车那么麻烦的 如果你们对这个公寓有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骗我们了解详情的哦 我们的平台呢是有提供赛选方产的服务的 所以你可以减少导航的时间还有避免很多的agent打电话给你们 而我们合作agent的都是五年以上有经验而且敬业的agent来的哦 哎呦烟雨萌萌的清水烟妙啊 朋友们我已经找到它的入口了哦 就是在B4 Car Park那边看到后面就是它的那座桥了 然后因为那个桥还没有建好所以它的那个入口是封起来的 你们可以看看它的那个构造是不是非常的美嘞 安达拉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才完成的 可是他们的show room呢已经开始拆除了进行工程最后的部分 这个项目楼下还有一个80千square feet的新商场 而工业设施非常的特别 有新架过机场的旋转四步步 还有个水晶玻璃球公园加上它的连接桥 把两个云顶热门的旅游景点连接在一起 相信它每天的人流量会非常的多 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喜欢来云顶度假的朋友 或者是你们打算退休过后来云顶定居的朋友 都非常适合这个项目哦 因为居住在这里 你们上云顶或者是去清水寺廟都不需要再开车了 只需要用这个桥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哦 所以居住在这里非常方便 这里就是这个项目的资料了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乡亲的朋友 可以批养我们了解乡亲哦 好了这一期我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谢谢观看 记得关注我哦